你随便看看 我去拿东西 嗯 这里的旗袍 大部分都是他们家订的 我做的 很好看 我家祖辈的作品 民国时期 对 就是民国时期的照片 我家祖籍在宁波 清末民初起家的 那个时候 这里的裁缝 被称作红帮裁缝 因为是最早一批 跟国外通商的城市 所以最早开始做西服 后来越做越专业 渐渐地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流派 既然专业是做西服的 怎么这里全是旗袍啊 二弟陈迷中式的服装 我喜欢西式的 小妹的风格比较杂 还没有定 趁我不在 你再来又说我坏话 十小姐 我先帮你量个尺寸 嗯 你再帮你呢 快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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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腿好长啊 我有个表妹报考舞蹈院校 要求腿比上身长十四厘米 你超出标准的大概两厘米了 其实齐旁那我早做好了 这两天我再改一下 这两天让你试 我再找你 刚才忘记问了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裙子啊 因为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大少爷 再见了 走了 走了 慢走 delta 走了 先走了 ster 癡 大哥 小妹这怎么了 刚才还高兴着呢 可能想到了自己 和周文川的事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都分手多少次了 现在周文川也结婚了 还有什么好伤心的 问题就处在这里了 他们两个人吵架跟闹着娃瑜了 小妹以为这些也是 当时她喝醉了还跟我说 她一直在等周文川 等她和好 没想到人家忽然就 年轻人还是太冲动了 错回也晚了